我这会儿刚从网上看到一个案例 就是平安那个普惠 好像是被这个代仗公司给这个代仗了 然后他起诉借款人 归还代仗的这笔金额 但是呢 他从山东当地的两个中级人民法院去起诉 然后呢 都给直接驳回了 就说他那之前的那个普惠的那个合同是不合法的 所以连累他们那个什么 三菲的那个保险合同呢 也是不合法的 然后直接被驳回了 都最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可以和负责人的跟大家讲 就是既然法律都说 它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合同 那这笔钱呢 暂时可以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这个是我从网上看到一个案例 我并没有见过相关的一些文书 所以说呢 具体的这个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讲 如果是法律判定是不合法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钱暂时可以就不用管了 的确是在我们咨询的这么多的这些网友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有很多普惠之前的这些贷款合同 他们都是不合规的 甚至有很多的网友 他都不是他本人签字 基本上都是流程化的一些电子合同 本人根本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 生成了一些三非的合同 所以说这种的合同 它是不生效的 像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我还接触了一个青岛的一个客户 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房屋抵押贷款 还签四十多万 但是到最后呢 我说你把你的合同拔出来看一看 他就发现 那合同根本不是他本人签字 都是他们自己内部找别人贷钱的 你想他 是有多么的不严谨吧 当然呢 现在普惠呢 就之前的警官 因为他很多这种 客户签的这些合同都不合规 所以说产生了很多大量的批量起诉 就是法院这边是不受理的 但是现在本身普惠呢 但是属于在破产重组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之前的时候 好像普惠起诉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呢 也会有很多的不会被诉 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就看这个 是不是有真的一些当地的法院 会受理这个案件了 像我们知道的 的确有很多这么小的地方法院 他有的时候不是很够严谨的 所以说也会受理 但是有些可能 相对来说正是一点法院 这样的合同 他们试察起来是非常严格的 有可能会直接给他驳回 那这种被法律认定是不合法 或者合同 他是有输入的这种的 有些相对来说 比较严谨和正规的法院 他这种合同有可能是 直接给他会驳回的 大家可以暂时的 不用那么的焦虑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